在湿度增加的地方 溶液中含水分的盐就通过毛细作用被吸收到砖石中去 水分蒸发了 可盐味因为是固体 就在溶液中被传送到蒸发点上 等水分蒸发掉了之后继续留在那儿 随着表面盐分饱和度的增加 蒸发速度就降了下来 因此湿气就会在蒸发更容易的地方上升 这个过程不断持续下去 直到达到平衡 在此重力的作用超过了毛细作用的力量 湿气上升的高度主要由以下三种因素决定 毛细管的大小和数量 水分含量 以及墙壁表面的蒸发速度 通过稀湿浸润或溶解浸润 即表面盐分饱和的干燥周期 就会产生足够的压力 使表面呈片状剥落 涂了Wystocks Cocoon以后 水分缓慢地由涂层释放到墙壁表面 将任何存在的盐分都重有变为溶液 随着涂层的干燥 含盐的水分就会从墙壁上被吸收到涂层中 然后去除受盐分污染的涂层 将其安全地在垃圾填煤厂处理掉 abel処由涂层在两边 正に补与败辣注凌